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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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麼各位新人 歡迎來到被遺忘者的圖書館 我想大家可能還不認識我們 這裡並不是我們所擁有 僅僅是我們的根據地 首先先讓我來自我介紹吧 我叫Naiomas 咳咳 啊...那麼各位我想你們都知道 現在在這間圖書館的你們 多多少少都有些異常 或者接觸過異常 或者你的親人朋友們 接觸過異常 你們都認識了自己生活中的異常存在 現在才會到這裡 啊...你們可能也撿到 那張三級的宣傳字條 上面的文競體 噁心到讓你想要爆打 狀文者一頓 想辦法我們捨自手持如何的 偉大光明正義 而分書者 玉卒又是 如何的殘忍邪惡 呃...我們又會如何終將獲得勝利 但讓我來告訴你們 我個人的想法的話 那些通通只是毫無意義的漂亮話了 嗯...我為什麼批評蛇子手 蛇子手本來就不只有一種意識形態 這句話不是老大講過的喔 至少對我來說 分書者成天殺人放火啊 搞爆破啊 毀滅一切 緑圖成天只會把一切 不了解的東西通通關起來 我們這時候雖然力量很小 但我們會救人 救那些異常的人類或是意外的事物 其實這份事業並不光榮 往往很骯髒 也不見得是正義 更談不上是偉大 有時我們還會把事情搞砸 我們所做的其實只是盡可能的多救幾個人 並且記載下來知識而已 而如當時你們所拿到的字條寫的一樣 其實並沒有正式加入蛇子手的特定醫生 我們也沒有什麼大選來推去領導者 只要等同我們追求自由的行為和理念 認為自己是蛇子手的意願 你現在就是蛇子手的一名成員了 你們聽說過匿名者嗎 其實一個駭客組織也是一個行動組 我們蛇子手的概念就很像是那樣子 所以我們也並不是唯一一隻的蛇子手 蛇子手的結構 遠比你們想像的還要鬆散和小心 所有正在引在活躍的蛇子手成員 加起來大概也才快200 我們的敵人的數量可能是我們的數十倍 數百倍 我得和你們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並不強大 尤其比起我們的敵人 這幾年來我們試圖讓異常正常化 我們異常的事物被大眾所認知 然而那些人不是掌握了記憶消除技術 就是根據用的子彈 把所有的製造師叫我們的滅口 我們是挺厲害的 但是我們的敵人更是令人絕望的強大 我們自動通常都是有些異常的 像是我們有一位前輩 他就是以現實的追者 或者你們也可以稱呼他們為外界觀察者 嗯?你的兒子也是 嗯?被玉珠給強心帶走 呃真的糟糕 說實在 我們並不是每一次都能夠成功潛入玉珠的堡壘 你得抱持著他已經死 或是做到彼此更慘的下場 的是心理準備 雲竹對展現出反抗意識的現實扭曲者 也從來不會手下留情 雖然有些現實扭曲者和雲竹人關係是比較好的 所以不盡得會發生我剛剛所講的事情 如果他們也往往效忠於雲竹 或者被當成實驗之產 總之不會被當成人看待 啊我好像越瘦越糟糕啊 但以往經驗 他們至少會確保他們人身安全 而分數人是更加過分的 不論是什麼 他們都直接謀殺 這些事情在世界的黑暗角落之中 不斷的不斷的在發生 無數的無辜者被殺被囚禁 會往往孤立的人 那也是為什麼 我們要成為蛇之手的原因 你總不可能為了避免暴露在核輻射之下 廢除所有的核能電場 也不可能為了避免在叢林中異怪中毒 把所有的蛇和有毒植物都挑出來 一個不留地進行種種滅絕吧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敵人所在做的事情 我想他們已經證明 他們的信念與行為 是知識之死 科學之死 光明之死 主委 我們智力讓異常走入陽光之下 我們智力保護那些不應被殺害的無辜者 我們智力解放那些被視為異常人事物的自由 我們終身期盼著世界裡 不再需要我們的一天 我們將附於他們關押之存在之力 我們將拯救他們試圖殺害之存在生命 我們是蛇之手